昨天晚上 我们根据台中市市长候选人协调小组的决定 进行民调 总共完成3813份成功的民调样本 这次三家的民调的结果都相当一致 对比的对手是现任的台中市长胡志强 两位有意参选的同志都赢过对手胡志强 如果两位都赢的话 就比两位民调的支持度 林佳龙同志三家民调的平均是44.73 蔡奇昌同志三家的平均是34.30% 因此由林佳龙同志取得领先 这个民调的结果 我们会金主席提金中职会 完成这个提名的程序 以上报告台中市的 我们党内协调初选民调的这个结果 印尼调 非常料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